就提前两天炮火了 现在就可以来磨了 这个石墨 一般要两个人才磨得动 然后我经常锻炼 力气比较大 一个人就可以了 来看一下下面 下面那个豆浆就出来了 看一个下面 有没有看到 哇 快要磨完了这个豆子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做豆腐了 大家看一下豆腐是怎么做出来了 好 现在把这个豆浆倒在一个大口里面 然后这边烧一波干水 用这个干水把这个豆浆给它烫一下 把这个豆浆给它烫熟 这两天有点感冒了 声音都嘶哑了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架子 然后弄一个过滤的这个纱布 刚才要把那个豆渣给它过滤出来 然后做的豆腐才还比较鲜嫩 就这样 然后就用这个东西过滤 把豆渣过滤出来 现在这个豆浆都烫好了 然后我们把它舀到这个上面 过滤一下 把这个豆渣给它过滤出来 哇 好香啊 然后那个豆渣会把那个纱布的孔给堵住 我们要摇一下 然后把那个豆浆给它摇下去 慢慢摇 摇一下这些豆浆就全都摇下去了 然后上面留下的都是豆渣 然后差不多摇完了 然后这个豆渣可以弄起来 放点辣椒 放点大蒜炒一个菜 很香的 然后这个下面的豆渣给它煮一下 给它差不多就可以做豆腐了 好了 现在这个豆浆已经烧开了 把它摇起来 摇到桶里面 哇 真的太香了 大家不要急啊 马上就可以看到豆腐了 现在我们来弄一点这个石膏粉 有这个石膏粉 这个豆腐才会结到一起 拿出一点水 等一下倒到那个豆浆里面去 它就可以结肌 变成豆腐 好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石膏粉给它倒下去 倒到豆浆里面去 来把它搅拌一下 来把它搅拌一下 我们现在拿一个这个豆腐箱 相当于一个模具 然后弄好这个纱布 来 把这个豆浆倒进去就变成豆腐了 来 豆浆就放到这里面就可以了 好 这个豆浆给它咬进去 好 这个豆浆给它咬进去 好 这个豆浆给它咬进去 哇 这个看起来就想吃了 太嫩了 太嫩了 就是吃了 太嫩了 哦 鸡蛋 太嫩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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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快 太嫩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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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不想做了 太嫩了 然后我们现在用这个盖斧给它盖住 等下过几分钟豆腐就出来了 好 这个豆腐在这里放了有半个小时了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豆腐给它弄出来 把这个先给它翻过来 现在我们把这个豆腐给它切好 切成一块一块的 切好之后就跟它切上来的豆腐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豆腐 看它做得怎么样 是不是很嫩 好白啊 好香 好了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点击一下下面的关注 谢谢大家